看看这些照片再看看这些 是不是差别真的挺大呢 要想拍出好看的照片 这些新颜色可省不了 今天就给大家好好的讲讲 我拍戏这十年来总结一些上镜的小心机 只要三部就能从大土妞变成清新小美女 首先肯定就是衣服了 建议选择一些冷色系的深色的衣服 不要跟背景版颜色重叠 其次拍照的时候选择这种威领的 或者小衬衫小领带也行 首先它可以露出脖子 这样可以在视觉上拉长一平脖子的一个比例 你看这样一对比是不是很显瘦啊 第二步妆容干净很重要 眼妆呢一定不要忽视睫毛这一块 像在夹睫毛的时候呢 我会把它往上夹 这样呢它会有一个动向的拉伸感 视觉上呢就放大了我们的眼睛 像这种下眼瞼的睫毛 在刷的时候一定要往下刷 才会更加的有神 皮肤好底妆才会更加的自然 那接下来呢 筋一下我皮肤的小心机了 一般我会在上镜前一个晚上用一下它 第二天呢皮肤就会比较水润 妆容也会更加的服贴 它呢是利用这个钠筋头 把精华导入到肌底层 让肌肤深层喝饱营养 像我平时呢就会这样 面中下巴 以及额头 一点一提 盖上去戳一戳脸 五分钟呢就做完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像法令纹 可以重点要多按几次 脖子啊其实也是可以按的 做完之后呢再来做一个按摩 可以吸收的更好 我用的是这个五号的胶原蛋 它是一个刺泡的设计 精华用量呢也是比较的扎实 功效也比较全 一次呢用一颗特别特别的方便 你看现在我的一个皮肤状态啊 是不是脸上都水嘟嘟的吗 女演员的水光机 可不单单只靠院线 第三千万不要忘记 整理我们的发型哦 不要软趴趴的 像我平时嘛 也经常是卷发 所以呢要用一些卷发棒 卷一下我们的发根 或者说卡一些假发片 让我们的颅顶 哎蓬松起来 这样脸不就显小了吗 最后啊就是不要驼背 要挺胸抬头 拍照片的时候呢 憋一口气 让摄影老师多抓拍几张 最后选一张咱们满意的照片 觉得自己的照片不好看的家人们 快快学起来哦